大家好 歡迎回到壞鬼聯盟的炮谷片 還想怎樣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軒仔 我是鹿仔 我是Tommy 我們今天就圍勞講這套十二怪盜 開始之前記得讚好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都有看這套戲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們一起聊 我們事不宜遲進氣洞講這套 基本上我們都講一講這套戲有什麼感覺 你們看完這套十二怪盜 感覺如何 因為我看一句說 它是一套給粉絲的偶像電影 Tommy呢?Tommy覺得怎樣 我覺得我很同意鹿仔說的 給粉絲看的電影 我看的時候感覺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適合我的口味 因為我不是粉絲 我只是一個普通看電影的人 他們裏面很多都會對鏡頭搓的 那些是粉絲的 我那時看的時候我的想法就是 一看到這位就知道是粉絲向 那時會代入粉絲的心情 可能作為粉絲看到這些畫面 我對鏡頭搓的感覺 我應該會很開心 他們應該會很膩的 但我沒有什麼感覺 Tommy呢? 我自己也覺得導演在這方面真的做得很足夠的 給粉絲的服務 但可能是他集中在這方面 我自己覺得其他方面好像有點忽略了 甚至我自己覺得他裏面 叫做十二個主角 其實他不太平衡到他們每個人的氣氛 這點我自己覺得有點可惜 我原本是以為可以很平均地看到十二個人去施展他們的能力 但可惜就 看完我就覺得 都其實是偏向特別 把那些氣氛放在那幾個方面 姜濤、Anson Lo Frankie那些 雖然他說這部戲裡面是秘密武器 但其實他 實質的鏡頭都是很少 我自己覺得這些位置有點可惜 但Frankie也有給了一段跳舞給他的 對,那個IQ題 對,那一段 但也可惜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的能力 即是先說了能力 他的電影叫做Ming 我自己又覺得他能力上有些位置 比較含糊 不夠特別 好像Frankie那位 他說他是什麼大陸感 但其實我又覺得他在電影中說到 他好像是汪汪口多 比像是大陸感 他們經常 他想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他們會閘著他,不讓他說 好像他說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就會成真 多過像是他有第六感 預感到一些東西 可以避開到一些壞事 我這方面 做得一般的 能力那方面 是啊 我覺得 劇本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就算所有能力 你都感覺到 沒有量度得很清楚 就好像很隨便 我看就是 譬如假設Anson Lo 他不是新手的 就是很抽得 是啊 你見到最後 其實個個都很抽得 或者Tiger Tiger一出場 Tiger也很抽得 變了 突顯不出Anson Lo 是最抽得的 雖然他有一幕是給他一個打幾個的中段 但都好像 比例上又不夠特別顯出他的能力 這些位置是可惜的 我自己覺得 我要說一說導演 因為 我覺得對他12個最不公平的位置 除了能力上是一個問題 還有他們有兩場 不知三場 忘記了 總之是在一個基地上聊天 那些位置的處理 我覺得是 一來我自己覺得 我猜而已 導演貪心的 要處理12個人 再加上要差不多每個人要平均地對白 甚至乎鏡頭 我覺得 他這樣做法的時候 一來他們12個人說的對白 就變了好interview式 一問一答 然後跳來跳去 當鏡頭連貫串起 好像要說某些東西的時候 變了好散秀秀 他們說得好似 還有我不知道是否剪接上也有些關係 剪這個位置的時候 節制是有一點慢的 相對上 還有 他選擇的鏡頭好像有些問題 令我覺得 有些位置是聽得了兇的 感覺就給我好像 覺得他們在等待對白 所以不相信 但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是 剪接上 還是導演問題 在這個位置 但是 他綜合上的感覺就出現了剛才說的一些 感受 在看的時候 這部電影我看得最不舒服 基本上都是在基地的那一幕 也是的 因為其實都算多 兩場 我記得他要三場 頭中尾 相對 但你們整體有沒有說 哪個場合是特別印象深刻 我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 因為導演背景 你上網看得很少 新導演 他都把他 我想是他自己喜歡的 一些電影 或者是 某些 可能給他很多 啟發的 片段 會放進去 大家可能看有一幕 像少林足球那樣的 楊偉倫在地上爬來爬去 好像在一個戰場 那一幕 他應該是致敬少林足球那一幕 周星馳踢球的時候 在一個戰場上 套著頭盔 在他拉來拉去 在他拉來拉去 然後楊偉倫就蓋住了水桶 水桶 然後 Jer自己飛出去 差不多是終極戰 Jer就衝出去 然後楊偉倫說是誰做的 那裡是功夫的 斧頭幫 去到城寨的位置 問誰扔林雪 他就在問同一句 誰做的 就是這些位置 還有他愛國的 他們當非常道 我相信他也有看的 姜和Sleep 很明顯 對 就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他應該是 想拍到非常道 然後 大朗就是想Ocean 11 那個scale要去到那麼大 我自己深刻的就是 一開始他們介紹能力那裡 那裡是挺意外的 而且他一開始說 他們整個戲的世界觀 配合 我感覺到那個導演是想做到 好像日本那些動漫 那種有點中二病的感覺 世界有一個這樣的組織 然後 他們12個怪盜 這個組織就是 類似羅賓漢 捍衛 然後出他們每個人的能力 那些位置 做到有點動漫 我覺得那個位置是挺正的 是挺想不到 他會這樣玩 其次就是 他們有一幕就是 第一次進去偷那個 聶蚊燈那時候 就是 隊長Lokman 和Anson Lo 進去 他們在等著要關 紅外線燈 那時候 他們沒有等到 自己就去了 避 那些燈 我覺得挺好看的 就是他們 配合 就是 放了一些他們跳舞的元素 然後就做了一隻雙人舞 跳著來 例如那些燈 那些位置我又覺得 真的不是就是用他們 而是將他們 生活上 或者他們本身的 職業上的能力 去放進去 那個位置 我覺得挺好看的 你剛才說這兩個項目 令我想起 如果他開啟是這樣介紹 我覺得他應該越 超能力一點 那個旁白不要這麼正經 然後你說導演想 那個 你剛才說的 第二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是 他們排了一隻雙人舞 對 我就說 其實我覺得導演在那個位置做得好 但是 他反而我覺得 他不如 很多位置都要盡量 用回他們 這樣用 對 其實你這樣更好 你不要想著 其實你已經拆了size 你究竟想 一個 沒那麼偶像 很超能力 你就要 不然你一定要 偏向 他那一幕偷滅蚊燈 沒有等到指示 對 但是他那一幕反而是他整部電影最好看 我完全跟你們持這個相反的意見 我覺得那一幕是 我覺得那幕不好看 如果你說 我覺得印象深刻的 反而是 最後 真的是一班人一起打架 那些 那場 那些叫做拍得好 就是他起碼 他有 他是幾個場鏡頭 接在一起的 對 他想扮成一剔果 對 就是他那場是很浪費心機 就是武子 很浪費心機 量了很多 走位 打架 跟那些 武師一起 吐 和他們12個一起打 那裡會很難拍的 就是金屬鏡頭 就是那裡我覺得 就是以娛樂性來看 那裡是好看的 那裡是印象深刻的 跳舞那裡我看 他們那些過的那些紅色的線 拍得而起 你想一下他鏡頭的全部都是 擺 擺定 還要低一點 低炒 是 其實他可以做到那些鏡頭 更有型的 可以 Mission Impossible 其他那些偷東西的那些大片 你弄一些top shot 他們一個拋身 過一條紅線 那弄一些那些 shot 你就 厲害一點 你如果就這樣跳 還有你做那些 這樣的紅線 那些紅線的那些 effect 你又不知道 是否碰到他 可能在預算上 你做不到那麼好 你就覺得 有點兒戲 我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也是的 如果你說對比剛才你說 他們最後那場大亂鬥 既然他有技巧 是玩到那些鏡頭那麼漂亮 其實為什麼前面兩個人 又玩不到呢 這裏也是可惜的 如果你這樣說 我都覺得是 而且是浪費了 那裏玩得不夠多 反而是 是啊 我不知道導演的考量是怎樣 為什麼他要擺一個 這樣的島 拍他們這樣跳舞 是不是 因為他是一套 粉絲香的電影 有些粉絲喜歡看那些 男團女團跳舞 是不喜歡那些電視台 或者拍的人 不斷亂突出 看得很暈的 可能是真的喜歡看他們 真的跳舞 真正啊 作為粉絲 粉絲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 他們兩個這樣跳 很正啊 如果導演 如果導演是以這個目的去拍的話 他可能是成功的 但是對於我們 來看的話 就覺得 一般 還有 陸仔不是說 那幾場 在基地的幾場 你不覺得他們的擺位 就是 很MV的 好像拍Postar 對 Postar的擺位 你要把他們的擺位 是難的 擺完你就覺得 好像拍的MV 還有 每個人的狀態 都是硬了 不能動 未必 硬了 不能動 而且 未必是 那個人的情緒 真的是那個狀態 未必是夾 你硬要這樣做 這件事 好像不連貫 每個人都擺位 你會覺得 看不到他們的特色 或者人物的層次 不出 我剛才陸仔說的 如果那場戲 那幾場基地的戲 那基地如果是 一張 勁那大的 圓桌 沒錯 大圓桌 一張大圓桌 12個坐在這裏 對著 這樣去拍 或者 再做 你那些對話性 你剪接性 你都會緊湊一點 還有你帶圓桌去開會 都 其實 合理 合理 也挺好 好看 還有你還可以玩一下 有一陣子 好像電視 還是哪裏 很喜歡把 那些桌子 放在圓桌 轉的 圓桌 對啊 你都可以玩一下 好過現在 硬了 所以我看的時候 我也有想過 其實會不會 如果當初 他真的考量是要用 12個的時候 不如將他們 拆開 即是他們就是敵對 即是六打六 我覺得可能會不會 分佈 剛才我們所說的擺位 鏡頭 那些可能還會解決到 即是你 一定有時間可以出 如果你是六個 六個的話 沒有呀 沒有呀 應該緊要是要 他們是要一組 這樣做 是啊 他們要考量 這件事 很多 因為 他帶了訊息 出來 就是那個中心思想 你剛才說的 一個不行的 一定全部人一起做 才是 同一個力量 他最想說這件事 是可惜的 他想讓粉絲知道 他們12個都是 一條心 也是 有個地方可以讚的 導演 應該是 他有想 我自己猜的 自己猜的 拍了那麼多 剪走了那麼多 有些可能是我私心 想放上去 怎樣可以放得到上去之餘 又不影響 那條 那條線 又不會多又不會少 就是在 片尾 放了 即是在Credit上放了 即是放NG位 或者NG位 那一來 那你這些 粉絲想知道 他們拍戲的過程是怎樣 NG位是怎樣 Halo位是怎樣 即是變成了 他可以把 他又 他將兩件事 很完美地 結合在一起 變成 可以滿足到粉絲主意 自己拍了的東西 又可以 放上去 即是那種 Win-Win 我覺得這個OK 我是有坐的 這個位置也是很棒的 我坐在這裡 看到最後 我是有一點點看到的時候 以前我們港產片都很流行 即是成龍那些 周星馳那些 都會 所以我看到這個 好像真的有種 更加覺得像在看港產片 因為你近年 好像都少 對上好像已經是 泛氣攻心2 好像是其中一套賀水片 我記得是有的 即是片尾不會放NG 對 但比例上已經是很少了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個 我又覺得 真的像看港產片 都挺好的 這個位置 以前會有些NG的位置 對 現在就只剩 為數不多 你說近來看 好像真的是這套 我忘記了泛氣攻心 我真的忘記了 我印象中是有套 我們早前看的 是有的 但確實忘記了 你們還有沒有補充 這套東西 我們應該這次比較少說 即是回應一開始 即是 陸俊和Tony說 我們始終不是一個 粉絲心 我們都是當普通觀眾入場 所以 始終我們這方面 可能 這次的粉絲 即是不熟 他們 例如我當有個粉絲上來 可能他講得更多 可能他會反而知道 為何那個成員會給他那個能力 其實可能有得解 即是我們不熟 就說不了 如果你們都沒有補充 我們就 今集都結束了 結束之前 記得 讚好、訂閱、分享 壞鬼聯盟 如果你有看這套戲 或者你有什麼 粉絲的意見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